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前面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这几个再看一个更高级的功能 什么呢 页面静态化 页面静态化是干嘛的 比如说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对吧 如果你的访问量比较大 那谁的压力最大 数据库的压力 对不对 数据库的瓶颈在哪几方面呢 第一个存储大 对不对 第二个连接多 第三个查询多 对吧 那页面静态化呢 我们就可以解决什么呢 让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它 看这里边有没有一个连接数据库的过程 对吧 执行社会语字的过程 有连接有查询 对不对 对不对 而我们现在如果每次访问这个页面 lockhost index.pd 我每次访问这个页面 刷新一次 刷新一次 我刷新一百次 一千次 那么它就会连接一千次 然后执行社会语字一千次 对吧 当然我们这页面的社会语字比较少 如果这页面有几十个社会语字 我刷新一下 连接一次 几十个社会语字执行一次 对不对 这是我一个人访问的 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 有一万个人 每个人访问十次 你想象数据库压力是不是很大 对吧 但是如果页面的内容更新的比较慢 对吧 我把它做静态化 缓存上 把这个内容存到一个文件里边 用过一访问的时候 跟它通过这文件里来去 对吧 那是不是就不用连接数据库了 不用执行社会语字了 你想象 缓存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缓存是我们解决效率的一个法宝 而页面静态化就是缓存的一部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地址来做出伪精态 有利于搜索引擎 对吧 就可以实现我们页面静态化这样的功能了 那假设我们拿这个页面静态化 但是这个例子还不太完全 对不对 那我们咱们说的静态化是不是就为了解决连接和查询的压力 对不对 当然了咱们做动态网站是还得更新的 咱们给指定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 对吧 一个小时到数据库查询一次 重新生成这个静态文件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一天你的数据库才被放了24次 如果理论值的话 是不是啊 一天不是24个小时吗 对 对 对不对 那你想象 如果你要不做静态化的话 怎么呢 一秒钟有可能就24次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实时更新的 我们就可以做静态化来解决 对不对 那静态化会有多个页面 那我们在这个不太好做多个页面 我们在这边给它加分页好不好 加分页比较简单 我们 我们 我现在把分页类已经考过来了 对不对 这是咱们前面讲过的分页类 然后我们 您可录的 包含 配着点 class 叫 prt 把这分页文件包含 挂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话 创建分页对象等 又配着 这里边写上总数 对吧 我先估算一下 比如这个是30个 能假设一个 对不对 然后40个吧 不然的话 我还有数据库取总数 对不对 比较麻烦 然后我这话每页显示 假如说5个 咱们做时间就过了 对不对 然后这话 加个 limit 配置里边的 limit 是不是这分页就有了 然后我们在这话 在分配的时候 smart asg分配一个变量过去 f page 到了活 配置里边有一个 f page 对吧 这是咱们前面学过的分页 几步等我们可以加上 对吧 然后在模板里边 我们用dass这个模板打开 上面是1234567 齐列 对不对 我们在下边 来个 tr 斜杖 tr td 斜杖 td 然后 c rs pn 让它放在右边写上文本 谁呢 就是一个分页 www page 对吧 我们看一下分页出没出来 好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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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users 配置里边的 Limit Bloom user 配置里边的 Limit 40 limit 是不是需要这个数据 你来试一下 Limit 配置里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属性 这里边有一个Limit 属性 里边带Limit 对不对 没有底了 我们把这条语句输出一下 看一下错在哪了 交程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都粘出来 Secure 诸 这个对不对 然后达罗斯 配置 没有 Icon Icon 一下 这个 Secure Limit 0.5 from 没错了 ID name email from users Limit 0.5 Limit 0.5 我们三个神的时候 取得 取得是 三个神取得是 对 我们在模板里边 改过了 对不对 Limit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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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跳步 START 从8开始了 对不对 你这也不需要了 好 稍息一下 你看是不是这分音就有了 下一页 当然我们这最好把字符棋 一个人拿过来 对不对 HEADR Potter 修文T引体 文本的类型是 文本的 ETMR X Site W UTF8 对吧 不然的话我们每次都有字符棋的压力 好 下一页 分页 我们是可以的 对不对 现在有了这个分页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何做页面静态化 对不对 现在我们每次刷新的时候 是不是都只用这些代码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静态化怎么做呢 比如说现在首页 对吧 右肩 查课元代码 这些是不是 用户静态化的内容 Kntl A Kntl C 干嘛呢 看一下 把它粘到这儿来 变成 index.html 保存一下 你看是不是静态内容 嗯 那 看同样的结果 我现在访问的不是index.html 如果我访问的是index.html 看一下 对吧 自读记 你看 我现在不管刷新多少次 不管刷新多少次 会连接数据供吗 不会 存这样的样 对不对 效率会是不是大的提高 对吧 这个过程就是页面静态化的过程 但是说高老师 这样是不是太简单了 对不对 对吧 那每次都人共战 还怎么能自动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用程序写出来 怎么写出来 你看 我现在访问的是 这个应带点pp吧 应带点pp 是不是这 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出现在这个界面 对不对 对 那他把最终是静态内容 发到前端的 对不对 我是不是在前端右键 把代码粘过来的 嗯 那怎么在服务器 我就获得过去这些内容 把它存到数据部 把它存到文件里边去 怎么在服务器 就存到 对吧 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缓存的机制 在我们程序里边 最开始我们可以加一个 什么 ob star 看到了吗 加个ob star 加哪都行 加这也行 加下边也行 对吧 加ob star的话 就是内容在输出之前 都放到内存里了 没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呢 我在最下边显示的时候 这边再加一个ob 下号线 flush 这样的话 内容从上有输出的内容 从这个ob star开始 有输出的内容都放到哪去了 都放到我服务器内存里了 对吧 然后再通过服务器内存一起输出 听到吧 那我能不能在输出之前 把这个内容获取到存到文件里去 看一下 怎么能 比如说 只有内容 等于用ob下发线 盖子下发线 新闻 tnts 你看 在输出之前 我从内存把数据都拿出来 保存到哪个文件里 file下发线 put 虚文tnts 保存文件 这个里边 叫做 比如说 new新的index.htm文件 倒入虚文tnt 将内容保存到这个文件去 那么看一下 会不会保存呢 比如说 我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多不多一个这文件 这文件内容 是不是静态化内容 是不是跟我刚才复制的道理是一样的 存静态内容 对不对 然后想办法 要他访问这文件上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他访问这个文件 怎么样他访问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 看一下在上面 判断一下 假如说 我们管存的一个文件 叫做 管存的文件 等于 可以启购文件 证对不对 newindex.html 是不是可以交这文件 对吧 然后呢 怎么办 如果 exftsfile 相信esfts 判断 这文件如果存在 我执行下边所有东西吗 不执行 不执行 对不对 我可以 这块 如果文件存在的话 我加个探号 是吗 如果文件不存在 是不是我执行下边所有的东西 包括把这个文件包含在这个字 看到了吗 不存在是不是就可以缓存一个 这没有问题了 那 现在我试一下 是不是想叫这个 我现在 刷新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一个文件 现在如果文件存在的话 还会执行那个吗 不会 而文件存在的话 我们怎么办 如果文件存在 对吧 如果文件存在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ob star 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 放在这里 就不放出了 如果这文件存在 我们直接去干嘛 直接include 包含 $file 这文件 是不是就行了 我们再试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信一下 对吧 什么时候执行动态内容 你看 我们在 这个里边 对吧 如果是 如果是支持 支持动态内容的话 我们在这块 输出 一行几号 如果有这个输出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 是动态内容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不输出 说明我们是静态内容 对不对 我们删除这文件 来 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减号 再刷新 这就没有减号了 说明是不是一直管转文件 但是这样虽然做成静态化了 还怎么办 是不是文件还不行了 也就是什么就文件还不行了 就是不能更新了 数据库有变化 怎么办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给他加个时间 我们在这的话 还需要一个 做静态化的时候 还需要一个时间 缓存时间 对不对 CA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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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等于10秒 这一定可以只能一小时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文件不存在 或者 当前时间 或者什么 这个文件的MTIME 修改 修改时间 加上什么 CACH1 缓存时间 如果小于当前时间 说明已经过期了 对不对 已经过期了 那么 我们再重新 从数据过去一遍 生存一下这文件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删除这文件 然后 10秒钟 我们看刷新 会不会有变化 就看那几号出现 对不对 现在第一次刷新 对不对 几号没了 再刷新 再刷新 我们需要 你看 现在都走 静态文件 对不对 那看一下 10秒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再刷新 是不是又没了 所以每10秒 是不是走一次动态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新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地址 还是什么 动态的地址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不由于搜索引擎 所以大家学习一下 阿帕奇里边 或者是其他的 外国服务局 都有叫做什么 叫做UR重写 对不对 就比如说UR重写什么 让别人访问 index.rtmr的时候 在阿帕奇里边 让他转成访问 index.rtmr的时候 index.rtmr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伪装了访问的 index.rtmr 这叫伪静态 就是什么 伪装那个地址 有的网站就是存动态的 但地址是静态的 就是伪装的地址 别人感觉是静态的 静态的有利于搜寻引擎 比如这意思吧 不难 大家看一下URL重写 你在阿帕奇里面设置解销代码 就可以将这个转成这个 对吧 同样咱们这只是介绍一下原理 因为Smart是支持这个功能 对不对 对 现在像我点击下一页 你看点击下一页 对吧 第三页再点击第七页 你看 下一页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有麻烦了 什么呢 是不是都是缓存的一个文件了 对 如果有一百页的话 是不是得有一百个缓存文件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话还得什么 在起这个文件名的时候 在起这个文件名的时候 我们这话要加上什么 要加上一些 比如说 DL图下个线 Gate里边 传过来的配置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因带子第几页的 什么RTML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样混存文件 访问第几页 就出了几个 比如说 首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对吧 现在都是静态的 再访问首页 当然我们这里边 现在每次访问的时候 你得写一个算法 才可以 对不对 我们刚才这个是 动态 好了 下个线 Gate的配置 叫个小线 首页里边没有这个 对不对 看第二页 对吧 第三页 第四页 怎么还是 我都记住这个面 File 你带死 Gate的配置 应该 升到 升到了 对不对 现在 前面是 混存文件 嗯 嗯 这文件 没错啊 到时候 相应 Gate里边的 Page 这里边是Page吧 Page等于4 对不对 输出一下这个 哦 是错了 这块我没有改成 这文件 对不对 这应该是一个变量的 对啊 是不是可以啊 另外我们最主要的什么 你放在这不行 因为会跟我们乘去混 对不对 指定一个 缓存的目录 谢谢之一 缓存的目录 我们最好在这会建一个什么 缓存的目录 谢谢之一 对吧 这个山胶 这个我们再访问一下 你看一下 稍息一下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对不对 咱们这儿 现在这几个课 咱们只说一下这个原理 你看 是不是就每页都 混存 对不对 当然了 还有页面静态化 还有很多细节 需要做 对不对 时间关系呢 咱们这几个课就 叫到这里 直到这个原理了 咱们再用Smart 做混存的时候 大家就会更理解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我们就 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 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 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 二维码 或者搜索 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